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次就是生理情况 体内缺乏一些味料元素也会导致耳朵下水 最后就是一些病理上的情况 一些中耳炎 外耳炎 寄生虫 皮肤病等 这些疾病也会导致兔子的耳朵下水 这个时候就需要您检查一下兔子的耳朵是否有一些红肿 发炎 化龙 皮屑这些等特征 如果自己不能辨别的话 可以送去宠物医院 由专业的宠物医生诊断 当然兔兔的身体很放松的情况下 耳朵它是自然往后倒的 不是立起来的